真的都给鼓掌了上台 感谢您吧 是 小时大会呢一场接着一场 这场呢也把我们小哥俩换上来了 也不能说小哥俩了 我是小哥俩了 稍微大一些 上面仨人这是 得说一说自己有自己的名字 我呢叫秦潇贤 大家都认识您 哇这大哥你拍的这么不情愿吗 为什么 为什么你认识我吗 你认识我吗 我刚介绍完我的名字就忘了 哇这忘得也太快了 没有关系我叫秦潇贤 可以记住了吗 一会儿我还问你啊 可以啊 介绍完我了也隆重 我叫什么名字 太好了太好了 介绍完我了也隆重的介绍一下 我身边的这位吧 这是我今天的搭档叫颜河祥 我来到这儿确实很很兴奋 哎呀很高兴啊 你们还挺开心的 但来到这里以后 说实话这个地方我第一次来 第一次来 我这我来到这儿我特别开心 怎么呢 因为说实话很少来这边演出 没演过 看到今天的观众能感受到很热情 多有人缘 真的很热情 真的很热情 所以你比方说我这个人 为什么喜欢来到这儿呢 什么原因 喜欢出去旅游 您还爱出去玩去 我太爱出去旅游了 哪儿的地方 哪儿有什么土特产什么的 我都知道 您这话可太大了 到哪儿去有什么土特产 您都了解 对了 那我考考你 咱们这团宗刚从东北回来 这东北有什么土特产 你打手背上了 知道吗 那怎么呢 我是东北人啊 哦 东北的土特产 人参 有 鸟皮 有 沙烤 有 蹦迪 对不对 这些都属于我们这边的 您先等会 您先等会 这蹦迪算东北的土特产 东北人多爱蹦迪 你别 闭嘴 有反对意见 在您的观念里 这个蹦迪就是东北土特产 对了 对了 那北京有什么土特产 北京 烤鸭 蹦迪 天津有什么土特产 麻花 蹦迪 湖南 辣椒 蹦迪 或者全国人民哪儿都蹦迪是吧 去哪儿哪儿都蹦 那是你那么琢磨的 这不是喜欢出去旅游吗 但说实话 我琢磨了过这个问题 我们这一期的主题叫旅游 我有想过 到底旅游 我能想出什么来呢 我发现 现在年轻人旅游 跟长一辈的人旅游 心态不一样 这有什么区别呢 真的 你比方说 现在年轻人出去旅游 我不喜欢跟团走 为什么呀 因为跟团走 我嫌累的 现在有个团也不规范 对真的 你比方说我吧 我习惯性怎么样 去网上订票 走网络 对对 网上订票 随便找个旅游的软件 去里面注册账号吧 注册名字 注册名字我比较头疼 为什么呀 自从来了德云社以后 可能稍微有一些许的名气了 这名字不怎么好 想起自己的名字不就完了 你就随便注册一个 您熟的名字 秦潇 就一战用 那甭问 你新注册这名字肯定没了 没法用啊 你换一个 秦潇贤好帅 一战用 那这肯定是您的观众啊 对不对 秦潇贤 玉树临风 那一战用 您再试几个 再把您那个内心话 再试几个节目啊 秦潇贤不傻 一战用 这玩意 这玩意也有人抢 那这怎么办呢 这没招了 严核祥丑道报123 这注册成功了 多损 你看 严核祥丑道报123 你占用 合着严核祥丑道报 已经被占用了是吧 你咋知道 屈你的吧 什么玩意儿 就是说嘛 你去网上订票 其实很方便嘛 你自己订票 订酒店 直接到了以后 你就开始睡 你比如说我出去旅游就这样 出去到了以后 进了酒店 收拾完了 基本我也困了 对 您先等会儿 您出去旅游玩 怎么到酒店 先睡觉 休息嘛 先休息好了 再说我们 因为什么呢 因为我老在 比如说我在北京吧 北京我每天都在这个城市工作 我觉得很累 我出来以后就想休息 我什么也不想干 年轻人都这样 我就什么都不想 我就想在这休息 对不对 我就开始睡 睡完了以后呢 等到睡到几点 睡几点了 起床之后 打开手机 看看附近有什么好吃的 对 合着就是睡和吃 对啊 您这品种不错 有什么好吃的 搜一搜 比如说 你打开一些软件 写着什么 休闲娱乐 对吧 休闲娱乐 休闲娱乐 你这不是死机了 怎么全是休闲娱乐 玩嘛 你得专门 你看有什么玩的 都玩啥 对不对 夜店什么的 咱都得去嘛 还是迪迪迪 打卡嘛 对吧 换我妈就不行了 你母亲跟你哪不一样 家伙 我不知道您各位家长 家长是不是这样啊 反正我妈就是这样 必须抱团 必须抱的一块出去抱地 不是 哪个抱团 必须抱团 必须抱团 旅行团 抱旅行社一块玩去 必须这样 而且你抱那种 你说中午出门不就完了吗 不是 抱那种早上六点的 六点的旅行团 六点就出门了 可能是便宜的 你按照正常我的时差 我刚从夜店里出来 好嘛 你们俩交接一下钥匙吧 在门口 这谁是我 可能给我妈交紧去了 真的 早上六点就得出门了 以后说实话 你出去以后 你就跟这种 所以这种旅行 到时候我没法去 是 而且为什么我不爱 跟我妈一块出去旅游 主要是因为 我妈呢 不让人省心 怎么呢 怎么大人不让孩子省心 真的这都是真人真事 你得讲讲 正常家长出 小的时候家长出门 带着孩子出去玩 最害怕的是什么 孩子丢了 都怕这个 我小的时候不一样 您呢 我妈丢了 怎么这大人还能丢 小的时候 我在新加坡上学 好家伙 我跟我姐一块在那上学 我姐呢 当时打工 赚了第一份工资 想说什么呢 要不然就 给咱妈叫过来吧 给咱妈叫过来 叫到新加坡来 带人出去 来这旅旅游 咱妈也没来过 这是孝顺 对不对 给人叫过来了 给我妈 我妈就到了 到了以后呢 说去哪去一个小岛上 有那种 就叫什么 度假村 我知道 度假村 就过去玩去 这个比较好看了 里面小绿化呀 好多好多树 都是海 这种民宿 里面有什么表演什么的 有啊 那天我们到了以后 收拾干净了 大概出去看看这种喷泉 喷泉 你有没有灯光绣啊 哦 在那看 看着灯 我就砰啪 正看 正看 灯光绣 这是放花呢 这是 这边正看着 一扭头我妈丢了 就这么一崩啪 你妈就丢了 怎么给我妈崩丢了 崩啪 对不对 我一扭头 我妈就没影了 给我给我姐 吓坏了 这怎么办呀 我妈丢了 哎呀 赶紧给我妈打电话吧 对 问问 喂妈 你这上哪去了 就哪去了 一个灯 怎么还给你照霉了呢 这啥 那就是啊 我妈说 刚刚有个小吃车 我跟小吃车走了 她妈也够馋的 就现在 我也不知道我在哪 你有什么建筑啊周围 不是 旁边有什么 标志性的 我这个 我旁边 有树 你这不白说吗 那哪都是树 别的 这您说点 能不能这样 我们能知道的 啊 啊 这是好 好几川英文 这我也看不太懂 就是 好像是酒店吧 这是啊 酒店也到处都是啊 不是妈 你能说点 我认识的吗 独特性的 这个 我这个好像我熟 什么 头来走一人 跟你长得奔像 我这边一转身 妈 那个就是我 嗨 你们别浪费这电话费了 撂下吧 咱俩 就近在咫尺 竟然还要打电话 我天哪 真的 有时候真的理解不了 我妈到底怎么想的 而且没什么事 现在出去旅游 老参加那个团啊 就参加那种 特别 黑 黑旅游旅行团 您知道吗 我知道网上有曝光那种的 带着购物买东西 但我妈就是那个 爱消费的那个 她就爱买 甭管说成什么样 我妈就是买 赶上过吗 那天 去了 去了 去了个团 跟我说的 我去了一个当地 一个什么 小众景点 有多小众啊 就是当地人都不知道 有这个地方 对 那就是没这个地方 那天就去了 去了 去了 有导游待着 有导游待着 举个小旗 都这样 前面走着 你好 我们接下来要参观的这个景点呢 是一个平地 一个平地 这是一个有典故的地方 您可以猜一猜 一个平地 还有典故的地方 您可以随便猜 有典故的地方 那我猜 可能是这个 精卫填海 把都填平了 没错 这里呢 就是旁古开天辟地的地方 这导游可能耳朵不太好 在这里呢 我们特意呢 把当年的旁古啊 开天辟地用的斧子 我们都留下来了 这斧子 斧子很便宜 508508 想要你就带回家 你说就这话 你说谁能买这碗呀 你妈就不能买 买了 508买盘古 开天辟地的斧 掏钱就买了 我妈还说 这是当年盘古用过的东西 哎呦我天 我妈就收起来 但是要这个阶段的话 他得是跟老颜一块 把这活 你一句我一句 是那么个弄腻活 他不光背自己 那词也不成 那这个阶段应该是 反复的兑活的这个阶段 先来这积极吧 到了下个景点 接下来呢 来了另一个平地 您可以猜一猜 这儿也是有典故的 那要盘古开天辟地 那这就应该是敬畏天海 没错 这里是移工移山的地方 我又没说对 想必有很多朋友 好好奇了 移工到底是怎么能做到 把这个山移的一点渣都没有的呢 那肯定是用我手里的这把 瑞士军铲了 移工移山拿瑞士军铲 很便宜很便宜 208 208 瑞士军铲带回家 你看移工还没有盘古之间 好家伙 你说这碗谁能买 我妈买了 好嘛 我也不知道 我妈买回来一个铲子 一个斧头 你妈有修路可能 你说她是要干什么 咱就不明白了 你说就这团 你说还能跟着往下走吗 还能往下走 还玩呢 往下走 来 您猜一猜 这个平地是干什么的 那我别说了就 没错 这是京卫填海的地方 因为京卫呢 是一个神鸟 为了仰慕他的精神 我们特意做了一些 和田玉的京卫 很便宜 99一个 说实话 这个东西我实在是挺不下去 这玩意 99的和田玉 这你妈能买吗 买了 买了 很简单 我在旁边实在挺不下去 就是 妈 不能再买了 就这个99 你听说过有99的和田玉 那能是真的吗 我妈一正言辞的跟我说 你看旁边那个盘子 写的好好的 甲一 赔石 那玩意能夹得了吗 她承诺这个还可以 偷钱就买了 妈妈以后也别说 那个盒子还挺精美 打开以后里面有11块和田玉 直接赔十个假的是吗 我高兴坏了 哎呀 撂下吧 撂下吧 别高兴 行了你 谢哥 谢什么谢 你这什么玩意 说了半天 我跟你说 是啊 社会上现在有一些黑导游团 又蒙人 你别嬉皮笑了 严肃点 这赖导游团吗 就这导游团啊 一年开十个买卖 骗全国人民 就能逮上你们这一家的傻子 知道吗 这十个人都能看得出来 你骂我行 你骂我妈多可不乐意啊 你一直说你妈傻呢 这是 老秦我明白了 你这个傻是有遗传的 打你妈那边就是这个毛病 你们这导游 旅游不能这样 你得上攻略 你得查 你跟我似的 学习学习 看看书 这出去才能玩 就是你们这种傻子 才滋养了这种黑导游 太傻了 行行行 对是 是哥 我应该都向您学 对呀 确实是 你有这个时间 骑个摩托 走仨月 骑毛能骑到意大利去 对都去了 我不行啊 你怎么不行啊 我得得每天在小剧场演出啊 因为我有搭档啊 我也想想像您似的 每天我在家里查攻略 我不行啊 我得天天在家里查向人资料 因为我得跟我搭档写节目 因为我有搭档啊 我也想像您似的啊 两个人的钱 一个人就这么了 自己是自己 又说单口 对不对 我不行 因为我有搭档啊 不是你咱说 你提这干嘛呀 我凭什么不能提 我这不能说你两句了是 你不就是想说吗 对呀 你也想说 你去说相声 你知道为什么 你不能说相声吗 因为你搭档不要你了 谁说我不要他了 真的啊 我是没想到 这个 你 你往那边站着 离开德云社的舞台 没多长时间 现在这个年轻演员 已经狂成这样 跟你看看大连 老秦你不能 撒什么交啊你 你看你看我 我这说话呢 这该点 你注意一下我 挺好挺年轻 现在那个发展潜力巨大的 你怎么现在这么狂啊 飘了你啊 对不对 一点都不低调 天天正琢磨 蹦低蹦低蹦低 那蹦低能提高 那个演出水平吗 再者说了 你得尊重诗歌 对 对不对 尊重父母 你一上来说 你妈就出门 怎么怎么玩 这点糗事全报出来了 那我爸那点糗事 我平时我说吗 我 说我也不告诉你们 对不对 说这意思 那诗歌 赫字科的诗歌 你是萧字科的诗弟 1981年9月14号 生人今年都马上40了 你提这个妈呀你这 你替我说话就完了 是是替你说话呀 对对对 挺大人的 也没搞得 你照顾他内心 你懂不懂啊 对不对 你跟这样 你要说他没搭档 没搭档 我就不爱听 那老颜事 是想没有搭档吗 不是 我也知道 是因为最近我工作比较忙 再者说了 我哥出去玩 那完全是他自己的爱好 我让他出去玩 对不对 就不是回来说相了吗 行了 你呀 你也别站这边 你往这边站着 你往这边站着 我呀今天跟老颜说一段 好吧 你看这少班主的威严 让这青年演员 你好好学一学 你那相声应该怎么说 行 那是学着 哥 这么跟你说 你辛苦了 是 好长时间咱俩没 那我容易吗 我这 你是你是不容易 不容易 好长时间咱俩也没见面 就是 是吧 打四月份 风向演出之后 到现在又四个月了 是 那你能回来 我更高兴啊 我当然愿意回来 我这之前出去 又做综艺又拍戏 现在那些事都干完了 都弄完了 都弄完了 回归舞台了 对了 现在我告诉你 今天在座的各位 有一位算一位见证啊 打今儿起 郭麒麟 颜合祥 正式回归相声舞台 别的我再也不参加了 哎 这个 这剪就不许 把这个剪了啊 一定得留着 就是什么 这是为人们剪这么一个发型吗 嗯 这削发明智 你知道吧 我就拿这表达这决心 那可不 嗯 这不我之前 上次留这个发型 在一块说像 还2014年 嗯 这都七年过去了 太棒了 以后踏得实实的 对 咱说像 他妈的 好好的 你想 你也别说 人家年轻人 还有这个提高的空间 还能改呢 对对对 好吧 咱哥俩好好的 成了 来来来来 我在登寿有情了 热烈拥抱 热烈拥抱 好了 行 好好说下 好 但有什么说什么 嗯 这个我们哥俩说 在感情啊 最近一段时间 其实是 有一些这个下降 是 对吧 嗯 趋于冰点了 哎呦 那是因为什么呢 老不见面 是 所以我觉得 今天这个主题特别好 啊 旅游 对 哎 一个很好的这个旅游活动啊 能迅速拉进两个人之间的感情和关系 这入活了 你听见 我比张九南入活可快 哎 你知道吧 那圆润 哎 这一个好的旅行 两个人关系马上就好 嗯 哎 你比如说之前我做一节目啊 就是跟一哥哥我们俩出去 嗯 各国家这也玩那也玩 嗯 节目录完了 我们俩感情也出起来 好 我觉得咱们哥俩先就插一下 是是吗 哎 最近哦 腾讯视频的领导 嗯 又说了啊 找我说要做这么一个旅游的综艺 哎 这类正时髦啊 哎 看一看咱们祖国的大好河山 嗯 你说这一趟一出去 咱别的不说啊 增进感情 是 我觉得你去特别合适 呦 怎么样 可以啊 我带着你啊 咱一块去 好 而且这个节目体量非常大 S加级的综艺啊 呦呦 你知道我一算都有谁啊 有谁 领导都给我打保票了 嗯 说有我 呦 完了还有这个秦潇贤 哎 对了 老秦 这节目领导跟我说了 也让你去 还有我呢 你有兴趣吗 有啊 可以吗 可以可以 那咱下咱好好聊聊 可以可以 可不可以 咱现在就去 对对对 也不用说像 都是综艺上 还说什么像 等等等等 哎 我放开 哈哈哈 其实老秦向说挺好的 你知道吗 哈哈哈 哈哈哈 谢谢 所以呢 谢谢大家